张大胖心底也紧张,听到白小纯这么说后,他也觉得似乎有些道理,于是连忙点头。 对对,师尊也说过,让我不要看到失败与成功,九师弟,你快回房间里视灵吧。 张大胖咳嗽一声,故作镇定地赶紧说道。 白小纯转身快走几步,回到了房间后,他看了手中飞剑一眼,皱起眉头,担心打击到了张大胖,没有轻易去尝试,而是掐绝一指,立刻归文锅出现。 唉,大师兄之前始终压抑,如今好不容易恢复了信心,可不能让他失望地离去,不知道这样的话,会不会使得飞剑练灵成功。 白小纯沉吟中,取出一色火,将手中没有适灵的银色飞剑扔入锅中。 荧光本就刺眼,此刻再次一闪后,白小纯收起归文锅,拿起银色飞剑,咬牙之下,体内灵气轰然而出,一瞬间,没有丝毫阻碍地融入剑身内,荧光刹那强烈地收缩,最后在剑身上形成了一道银纹。 成了。 白小纯惊喜,他也不知道是张大胖本就成功了,还是自己后加工的原因,赶紧推开大门走了出去。 大师兄,成了,成了啊,大师兄你太厉害了。 院子里,张大胖患得患失,心底紧张得不得了,面部都僵硬,看到白小纯后,他身体一颤,当看到白小纯手中的飞剑上的银纹时,他猛地一拍大腿,扬天大笑。 怎么样,怎么样? 我就说嘛,之前是没控制好力度,我在子鼎山可是成功过三把武器了,连我师父都说我天赋高,九师弟,这一次成功了吧。 张大胖激动,拿过白小纯递过来的飞剑,眉开眼笑地看去。 白小纯在一旁,目中露出崇拜,看得张大胖更为振奋,他深吸口气,手臂一挥。 来,师兄今天高兴,再给你练一次,让这把剑练铃两次。 大师兄,要不下次吧,白小纯隐隐觉得,这样似乎有些不妥,他依稀记得宗门对于练铃,似乎有很多机会。 无妨,张大胖不容分说,拿着飞剑,精神抖擞,全力以赴地开始练铃。 这二次练铃明显比之前困难好多,张大胖的那些矿石几乎全部都用了,全身颤抖,甚至还吞下了不少丹药,这才勉强地引来天地之力,融入剑身中,直至此见荧光闪耀,张大胖整个人虚脱地坐在地上,气喘如牛。 但他的目中却带着兴奋,把剑给了白小纯。 再试试,白小纯立刻点头,结果飞剑后还没等视铃,张大胖一把抓住他的手,严肃地叮嘱。 别在这里试,我和你说九十弟,视铃最重要的就是感觉,感觉好的时候,如有神助,你既然在房间里成功,那么就还是回房间去试。 白小纯眨了眨眼,觉得张大胖对于练灵真的很懂的样子,于是凝重地点了点头,跑回房间后想了想。 说不定大师兄的练灵,的确是很厉害,方才我就算不用龟纹锅也是成功的。 他想到这里,看了手中飞剑一眼,索性不用龟纹锅,体内凌厉猛地散开,融入剑身内。 眨眼间,荧光一闪,可却飞速地暗淡,咔咔声中,飞剑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缝,成为了废品。 白小纯立刻苦着脸,正发愁时,外面传来张大胖紧张中带着焦急的声音。 九师弟,我好像方才看到荧光了,怎么样了,成没成。 那个,我还没事,我这就是白小纯连忙开口,焦急起来。 院子里,张大胖沉默,脸上露出苦涩,他也不傻,怎么会听不出来,况且,方才白小纯进入木屋后,他依稀看到窗户的位置,有荧光一闪。 轻叹一声,他知道白小纯是不愿意让自己失望,此刻深吸口气,他向着木屋开口。 九师弟,师兄知道你尝试了,没事的,我,我先走了。 张大胖来的时候满是振奋,此刻被现实打击,难免消沉。 他知道自己鲁莽了,按照他师父的说法,练灵是一种很玄妙的术法,这种术法没有人可以具备完全的成功率,可偏偏整个修真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似乎成功的越多之人,就越是可以成功,而失败越多,就越是无法成功。 说来拗口,可实际上是一种念的力量在决定,那是很玄妙的感觉,仿佛越是自信,成功的可能就越多。 所以,在练灵界内,有两种修行之法,一种是正统,讲究的练灵师只负责练灵,不会亲自失灵,且物品交给雇主后,会有要求雇主不可在练灵师面前失灵。 无论成功与失败,都不会影响练灵师的心态,一尘不染,物品交给雇主后,练灵师就会自行忘记此事,始终保持一种平静的状态。 而还有一种极端的修行之法,叫做念灵古法,讲究是的玄而又玄的念力之法,就是一定要亲眼看到是否成功,越是成功,则自身练灵越是惊人,只是太极端了,一旦受挫过多,影响之大,甚至可以毁了天赋,一生不敢去碰触练灵。 虽然如此,可却有不少人追捧此法,甚至张大胖的师尊许梅香也都承认,若有人修行那种极端的练灵之法,可以逆天地连续成功到了一定的次数,那么此人的念力将自信到极致,在练灵上将惊天动地。 灵溪宗的镇宗之宝,那把练灵了十次的天角剑,就是万年前被一位这样疯狂的练灵师练之出来。 张大胖苦涩,他明白,他们子顶山这一脉是修行那正统之法的,自己因太激动犯下了这个错误,没有了平静的心,不知需要多久才可以恢复过来。 白小纯在房间内,顺着窗户看到张大胖失落的背影,他一咬牙,他不想让张大胖失望,立刻从除袋内找出了一把一样的飞剑,取出龟纹锅,快速地练灵两次。 张大胖苦笑,推开院子的门正要走出时,忽然地,他身后传来白小纯惊喜的声音。 大师兄,成了。 木屋的门被一把推开,白小纯拿着有两道银纹的飞剑,神色狂喜地冲出。 真的。 张大胖身体一震,猛地转身,看到了飞剑后立刻拿在手中,身体慢慢颤抖,有些不敢置信,慢慢眼中露出激动。 哈哈,我张大胖的确是练灵上的天骄,竟两次成功,练灵两次啊,我居然都成功了。 张大胖一把抱住白小纯,狂喜中眼泪都差点流了下来,他修行得资质一般,若非是祖上与师尊有些渊源,也不可能进入灵溪宗。 火灶房时,有那些天才地宝,他才可以而到宁气三层大圆满,进入外门后,没有了那些天才地宝。 他修行越发艰难,看着黑三胖超越了自己,看着白小纯超越了自己,他虽祝福,可心中也有失落。 如今,知晓自己有练灵天赋,他的喜悦外人难以想象,他觉得自己是有用的,此刻激动中,他扬天大笑,一股强烈的信心充斥全身,隐隐地,似乎有一丝丝奇异的利明具,这一丝丝奇异之力,正是念力的雏形。 练灵极端之路,越成功,越自信,念力越强,成功越大。 或许,哪怕不是自身,可只要认为是自己做到的阶梯式的一次次成功,那么,一样可以诞生玄之又玄的念力。 张大胖走了,带着振奋,带着激昂,远远离去,白小纯送别张大胖,站在院子里,他不知道自己之前做的是对是错, 可看到张大胖那么开心的样子,他觉得自己没错。 张大胖离开数日后,白小纯从徐宝才那里,终于知晓了湘云山人少的原因, 因为几乎所有的外门弟子中,但凡修围到了宁气六层以上,都开始闭关了, 试图突破到八层,渴望参与那半甲子一次的宗门天交战。 南北两岸外门天交战会在三个月后举行,此战将被整个灵溪宗瞩目, 东灵州范围内所有修真家族与小宗门都对此极为关注。 这一战,是南北两岸的外门当代天交争斗,抉择出的前十名, 将是灵溪宗的龙子凤女,以此身份晋升内门弟子, 无论是明气还是宗门的在意程度,都将与其他时候晋升内门弟子之人截然不同。 每三十年一次的天交战前十,历代都会持续地辉煌下去, 成为宗门的翘楚之辈,明镇八方, 即便是其他与灵溪宗等同的庞大宗门也都在意。 同时,但凡可以列位南北天交战的前十,宗门都有惊人的奖赏, 尤其是第一,据说仅仅贡献就高达数十万, 更不用说天才地宝之物,甚至还可获得一次进入宗门秘境的机会, 使得无数人心动不已。 而对于传说中神秘莫测的传承序列的选拔, 所需的资历里,以南北天交战前十成为内门, 也是重要的推动力。 在这天交战之前,则是资格战, 南北两岸各自举行,选择出各岸最强的外门十大弟子, 代表各岸参与天交战。 而这一次,修为的界限被定在了宁气八层, 只有宁气八层可以参与, 想要成为内门弟子, 有两个要求, 一个是宁气八层, 一个是通过试炼, 平日里的晋升试炼, 各种方式都有, 唯独每三十年一次的天交战时, 按照惯例,都会将资格战列为试炼。 而这种试炼, 也被宗门的弟子称呼为最强试炼, 同样也是最主目的试炼。 所以,不少外门弟子, 之所以始终没有晋升, 就是在等资格战的时间, 资格战列位前五十, 就可晋升内门, 列位前十, 便可成为代表, 参与灵溪宗的南北天交战。 如上官天佑, 吕天磊, 周新奇等人, 都是这种想法, 成为南岸前十, 与北岸天交开战, 最终以南北天交战前十的身份, 成为内门弟子, 目标是若干年后, 有机会踏入灵溪宗的传承序列, 这才是他们的选择。 今晚十二点, 月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